許老囉共大冠年系列 嗯 比生物餐 比较便宜 這個盤子 快快快快快 有點影響用餐體驗 不分接著吃 嗨大家好 我是在聶 歡迎來到許老囉共大冠年系列 這一次又要來搭生物餐 我現在人在東京的成田機場 這一次要從東京回台灣 然後我來東京的時候 那個機票當時是出財 所以大致是聯航 回程我要從成田回台灣 我就查了一下 發現暑假期間機票非常貴 我查了我慣用的長榮經濟長榮 成田回台灣單程 8萬8日幣 2萬多台幣 然後我查了一樣 同一台飛機的商務箱 大概要12萬日幣 我就用其他的訂機票網站查了一下 發現說從東京成田回台灣 經濟的商務艙比較便宜 還比長榮的經濟艙才貴 可能2000多塊 Why not 所以這次要來開箱新女的商務艙 我也是第一次打好緊張 其實我覺得從日本回台灣 這一趟搭商務艙還不錯 因為它包含兩個23公斤的行李 我們常常來日本買報 很常操縱嘛 行李與其副操縱費 不如直接拿來深等商務艙 好像比較划算 所以訂完了 然後一樣拿到登機證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 它的貴賓室的入場票 然後新宇它在成田機場這邊 它沒有自己的貴賓室 它是跟日韓共用的 所以會很期待日韓的貴賓室長怎樣 從海關這裡一出來 正前方 四樓這個是日韓投等艙貴賓室 三樓就是我們新宇商務艙可以進去的 它這個貴賓室就規模很大 連廁所都很像百貨公司的廁所 這樣整個set都是不用錢的 欸其實才差可能3000塊 你行李多一件 手皮多10公斤 其實很不錯欸 那我發現日韓的這個Sakura Lounge 它這個貴賓室空間非常非常大 走到很寬敞 然後它的位置跟位置間隔也算OK 但是它的這些食物啊 飲料 然後紅白酒都是要自己自取的 這個跟我在吉隆坡它的貴賓室的感受比較不一樣 吉隆坡就是線上點好送到你面前 這裡要自取 還有我有發現日韓貴賓室 欸它酒很多 酒比熱茶多大概5倍很多 然後日韓的這個Sakura Lounge 它有分上下兩層 上面主要是吃東西 然後充電休息 下面比較多是商務活動 它甚至還有規劃淋浴間 然後專門講電話吃 因為日本人他們比較盡會在公共空間 大講電話影響到別人 太貼心吧 我後面是Google Pixel的廣告 然後大家知道Google Pixel在日本怎麼唸嗎 Google Pixel Google Pixel 我就是今天的關主 我叫做大美麗 由我來宣布我們接下來的關卡就是躲貓貓 請你們兩隊 趕快躲進這個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喔 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就是翻譯金庫啦 翻譯金庫首次跟綜藝丸很大聯名推出了全球獨家設計款 你看這種可愛的面板設計放在你的客廳 放在你的書房 甚至小孩房都非常適合喔 大家曾經有沒有有種困擾 就是你有一些珍貴 不想給人家看到 卻又價值很高的東西 不知道藏哪裡 這時候你就需要這種既美觀又安全的保險箱 讓翻譯金庫跟綜藝很大的玩娃們 一起來守護你這些寶藏的安全性吧 它支援兩種開鎖形式 包含說你的指紋一鍵 就可以解鎖之外 還有熱感應裝子 可以輸入密碼按一按 就可以輕鬆開啟你的金庫拿取你的貴重物品 重點是如果這個保險箱放在家裡 有人任意移動它的話 它會發出120分貝的蜂鳴器 去提醒周遭的人 注意喔 我的發育金庫又要被搬走了 而且它的貴身都有通過防火認證 所以你一些珍貴的紙類的東西文件 甚至你的貴重物品放在裡面 也都不用擔心 所以大家如果出門旅遊出國去玩 再也不用去擔心 挖自己的說我的東西放在床底下好危險 怕被偷怎麼辦都不用擔心 綜藝娃很大020經典玩瓦款 簡約百搭的設計面板 配上雙玩瓦的輪流戰嘎 守護你的成長分分鐘都不間斷 就連紅魔王也別想移動金庫 風鳴器響起 玩瓦們都會幫你守護 玩粉們千萬別錯過這款 經典的玩瓦限量保險箱喔 綜藝娃很大020遨遊星際款 藍色的漸層背景加上點點的星光 雖然看起來小小台的 但打開來就像進入一個宇宙一樣 超級能裝 還不快來跟著玩瓦們前進宇宙 遨遊到那顆遙遠的星球 找最珍貴最思念的人吧 綜藝娃很大040拼貼模型款 看到這台拼貼模型款 就想到我那些珍貴的限量模型 現代偷買都不用怕被發現了 我都藏在這一款拼貼模型款裡面 超可愛的面板上 集合了綜藝娃很大的玩瓦們 就連星球也都沒有漏掉 玩瓦們集合吧 一起來守護大家的寶藏 綜藝娃很大040方塊遊戲款 如果你想要活潑一點的金庫 真的是非它莫屬 五顏六色的方塊堆疊著成長時的記憶 趕快跟黑娃與黃娃們 齊心協力將方塊堆疊起來 一起去贏得星球吧 你還在猶豫哪一台保險箱適合你嗎 我跟你們說 買保險箱到8億就對了 這段飛機其實蠻多人的 我跟你們說有一個人潮走 全部穿空到後空 經常會走遮 欸 別以為我去走遮 哈哈 我的座位是6A 可以進來看到這裡一個 中型的枕頭 非常厚齊 這是棉被 超級厚的 甚至還有小熱燈 太可憐了吧 貨影調整了 超級厚的 還可以加入 電動加入了 我的天啊 然後這裡按鈕 可以打開 有一個置放的空間 門打開這裡有個鏡子 你可以真理用 然後化妝 欸這鏡子很大 你的手要大 然後所有的Gase都在裡面 包括鎖米遙控器 充電的 就是這些耳機 我的天啊 電線充電板 耳機是這種耳罩式的 上面還有星雨的Logo 而且沒什麼使用痕跡 看起來潮心 你看光做到皮革這裡 就看得出來了 這塊螢幕才是真的嚇到我的 超級大便欸 星雨環空的經濟艙 它是有提供可以從文字的Wi-Fi 然後商務艙的話 也是沒限制的 那我剛剛問了一下 它的經濟人員要使用Wi-Fi的限制 它是說要飛上去之後的電機穩定 然後你商務艙程座 要使用這種無限制Wi-Fi 是請他們來幫你設定 然後直接這樣用 我覺得對於真的商務人士 然後每分鐘每秒都 擠租在商家的人 就很賢用 剛剛上飛機就送了銀釘飲料 是現代的果汁 還有熱毛巾 它座位跟座位中 這間隔的板子其實很高 機率可以擋到頭頂 然後因為是新飛機 所以是電子窗簾 椅子都還沒坐熱 他們的服務人員就來跟我點餐了 它有分日式的跟西式餐點 日式有很多那種定食 然後我是點西式的 然後它是有雞腿排跟梅華豬黑熊 我選雞腿排 作品是靠下面的單紙層 所以一有換購 它會跟它換 新日的那個商務商店店 它就是一次全賞 包含說沙拉 上面有蔬果魚 那麵包 也是兩種主菜的 一罐麵雞腿排 麵包很好吃 然後它是溫溫熱熱的 這個奶油 好喜讚耶 奶香味很濃郁 油耳不膩 然後還有另外一瓶 有醋醬 沙拉其實就是 裁薩沙拉的醬 然後表現就都會中絕 蔬菜都很爽脆 就是沙拉的 我點了雞腿排 一大塊的 真的很入味 都不會乾柴 包含一點點的肉汁 再來就是我喜歡一些 我們新女特調的病味基底 是順的 但如果可以搶喝酒 或者酒量沒有那麼好 你喝完這杯 應該就會醉了 你喝完這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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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幫我服務的 我跟妳說 我幫妳吃適合一個 我跟妳說 妳喝完這杯 你喝完這杯 我跟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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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再放一些罐使用品 玩牙刷等等 好 順利從東京的成田機場回來 台灣了 這次第一次體驗幸運航空的商務艙 也是我第二次搭乘幸運航空 我覺得它的服務一如既往的還是很好 但是商務艙的桌子 真的是讓我比較尷尬一點 因為我們這次剛好遇到說 大阪那邊有一個颱風 所以我們在高空上 不穩定氣流其實蠻不穩的 剛好在我上菜吃飯的時候 那個盤子就開開開開 然後兜兜兜兜兜 就會有點害怕 當然東西都沒有滑落 可是就會有點影響用餐體驗 所以我覺得它的那個桌子支撐 可以再更好一點 其他服務啊 甚至他飲料啊 然後這些隱私性 我覺得都是非常好 然後再來之前 我是搭乘這個 昌榮777商務艙 我有發現昌榮777商務艙 它的空間大一點點 但是隱私性沒那麼好 所以就變成你要取捨 一個是空間大 一個是隱私好 我覺得很像一台車 空間大的 很像那種一般可能替檔 或是其他的車款 它比較薄 但它空間大 你可使用啊 的範圍多 然後這一次 新宇的商務艙 讓我感覺像馬自打 比較厚質感好 然後隱私性高 然後我之前有拍過一集 是我第一次搭乘新宇航空 然後搭它的經濟艙 去新加坡的影片 然後我就跟 我就在影片裡跟大家分享說 我覺得體驗蠻不錯的 然後我就真的 照實分享給大家 結果有一些人就來留言說 這就是收錢 你也配 什麼什麼 怎麼辦 你是不是講成這樣 我不知道耶 我覺得我的體驗很不錯 那我真的就是照實分享給大家 如果大家有其他的不同觀點 也歡迎提出來討論 但我覺得不要慢嘛 啊 畢竟我覺得新宇是台灣的一個品牌 我們大家一起來扶取它 讓它更好 有些好的地方 或不好的地方 或是我自己沒那麼喜歡那個地方 我都照實分享給你們 或是你們覺得 海力的影片有哪邊 可以在進步的 可以哪邊再多多體驗的 分享給大家的 都歡迎留言給我 每一個留言我都會看好不好 我是海力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影片 再次幫我按個讚囉 大家掰掰